這邊有很多客人 這是我前處的 要去台北 來去喔 好 謝謝 早上6點10分 金融市議員同志委從南龍路口 搭乘國王客運1813F線到台北 不到一小時就抵達台北車站 我們已經到達台北囉 那基本上這班車我覺得非常方便 那一路從台北公園 松山高中聯合報 中校敦華中校復興 然後一路到台北車站 那基本上我們各站都有學生來下車 還有通勤族 那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為了疏解山坑車站搭車人潮 在同志委爭取下 光客運1813F線 從9月開始延長行駛到南龍路口 這邊通勤族時常跟我抱怨 說我們這個火車經常的故點 然後因為山坑的這個地方 又腹地狹小 地狹人愁 動線非常的混亂 所以我們就積極的跟交通處 來爭取這個快捷公車的行駛 那我們非常感謝那個 這三次還有我們補光客運 願意來幫我們這個 這個增開兩個班次的這個車子 來到台北車站 這條快捷公車路線 也獲得通勤民眾肯定 我是大學生 然後我住在附近 然後就是之前的話 都要到三坑車站搭火車 可是火車又很容易就是霧點 然後現在就有這個公車 就是我找爸的時候 就可以確保我不會遲到 我覺得很方便 國安客運1813F線 每天早上6點10分 及6點30分在南龍路口發車 不過從9月1號開始試營運後 因為宣傳不足 搭乘人數少之又少 對此國安客運方面 也故意民眾踴躍搭乘 我們這條路線的話呢 它原則上是從我們現在目前所在的 這個南龍路口這個方向 然後呢它會往暖暖的一個方向走 然後之後呢再上高速公路 那到台北地區的話呢 它是走忠孝東路 然後直達台北車站的部分 那其實對於通勤族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蠻方便 可以直達台北車站的一個路線 那因為我們從9月1號開始 它就已經從這個站位開始發車 那也希望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民眾可以多加來利用 我們這個班次的一個時間 那目前大概是在早上的6點10分 跟6點30分 有兩個班次的一個時間 那也歡迎大家鼓勵 大家來多達成 同主委表示 將協調相關單位 加強站牌資訊設置 也希望大家多加利用 未來如果反應良好 將再爭取更多班次及停靠站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導